每年農曆年后事转职朝高峰 坪路县政府特别在清明大道 办理现场真才活动 为应应防范新冠肺炎疫情 特别在入口处设置了体温检测站 也提供酒精消毒让求职者安心 三个小时内信七百名求职者来找工作 可以不用就是只在网站上看这样子 然后又偷履历又没下来 也比较知道说他们内建公司有什么 几缺跟就是大概的薪资 我觉得就是多了我们找工作的机会 而且这里面不只可以找工作 而且刚刚还参加了非常多的活动 比如说了解博明年金 还有五苏果 还有房屠一些许趣 我觉得很好 劳工处表示 这场真才活动 共有41家厂商参与 释出主管籍 及各类技术专员 工程师 招服员 苹果 饭店服务员 及作业员等超过四百个职缺 屏东县政府 延续四年以来 都有办现场的就业征材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能够让厂商找到好的人才 那也能够让在地的一个失业 跟那个转职的员工 的民众 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而长照2.0上路后 扩大服务对象 现场有多家护理之家 为因应增加的服务量能 参加真才活动 开出照服员 职能治疗师 物理治疗师及各管师等职缺 希望能找到好人才 我们长期以来最缺的就是那个 私自据点的各管师 因为他是就是照顾老人 帮他带活动 再来就是居家服务 因为我们现在社会处于 中高龄化的阶段了 所以呢这一块私自啦 然后长期照顾老人的服务 这块需求量变大了 劳工处表示 真才活动 既有485人次投履地 初媒合成功291人次 媒合率达60% 透过现场真才能提供 雇主与求职者面对面 沟通互动的机会 让企业了解求职者的 专业精力与优势 求职者亦可了解 职缺的工作内容 及公司提供的各项薪资福利 评论新闻 张如一流健荣 采访报导